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Lisa是YG旗下女团Blackpink的成员,1997年3月27日出生的Lisa来自泰国,在泰国从小就学习舞蹈的Lisa,在YG的泰国选秀中成为唯一的获胜者。 2011年14岁的Lisa独自艺人,来到韩国,开始了练习,生生涯。2016年19岁的Lisa作为Blackpink的成员,出道。作为主舞的Lisa通过超强的舞蹈实力,巴比般的外表,收获了一大片的粉丝。 如今的Lisa成为Kpop,爱豆中,YNZ粉丝量第一人,也是全球最知名的KPOP爱豆。 2020年Lisa作为中国选秀节目,青春有你二的导师,来到中国,开始了一系列的活动。在《青你二》中,大家看到了Lisa不常见的一面。 以往的Lisa总是大大咧咧,像一个男孩子一样的性格。但是,作为导师的Lisa,在《青你二》的严格是出了名的。 继续《青你二》的旅程。Lisa也在2021年的《青春有你三》中继续担任舞蹈导师的身份。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了Lisa作为女团舞蹈媒的话说,但是她能指导男团的舞蹈吗? 说出这样质疑的话的人,应该都没有看过Lisa跳舞吧? Lisa从小学习跳舞,在泰国的时候,是泰国舞队WiZaku的成员,与GOT7的BiMang和NCT的李永青TEN同一个舞队。 或许BiMang和Ten的舞蹈实力大家都知道,Lisa能够与他们共属一个舞队,就说明她有着一些不亚于男孩子的舞蹈实力。 在舞队的时候,Lisa跳得可是BiBoy之类的舞种。 在以往的节目上,Lisa展示过自己的一些舞蹈能力。 她的BiBoy跳得很好,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做到,想必有的动作男生也做不到。 2021年1月23日,Lisa在INS上公开了一张照片,是Lisa身着了一件带友,I want to make boys cry字样的衣服。 这件衣服,虽然是一件,很普通的T恤,但是价格,一点都不普通。 该T恤来自品牌Vitamins,售价要285美元,大约1847元。 有人说Lisa这是不是在乡,青春有你三放狠话,严厉厉导师,又要再一次上线了。 Lisa曾经在青春有你二中,面对女训练,生也没有心软过,乃万表情管理,没有做好。 舞蹈动作僵硬,被Lisa要求跳了很多遍舞蹈,平时可以是好朋友一样的相处,但是只要触及到专业领域。 Lisa对于练习生们的要求,竟呼苛责。 很多人,觉得Lisa有点狠,其实不知道。 Lisa对自己更狠,严师才会出高途。 负责任的老师,才会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你。 不负责任地说说,就过了,免得还给自己,留下不好的争议。 清理三不久之后,将会开播了。 Lisa将在线上,进行授课。 没有办法,疫情的原因,不能来到中国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